今天仍旧为大家带来一部2023年最近悬疑惊悚影片深陷恐惧 这今年中旬都是一些惊悚替代的影片 整的我都有点视觉疲劳了 关键是也看不出来吓不吓人 但此片倒是有一些吸引我的地方 那就是拍摄地点 也属于是法国所谓的名胜古迹了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部最近上映的悬疑惊悚影片深陷恐惧 好话不多说开始 故事一开始就先烘托出了惊悚氛围 一个小伙在一处隧道内涂雅 可随后恐怖的事就发生了 只见远处传来了异样的声音 走进去一看也不知道是啥玩意 可能是挺吓人 小伙见状似沙腿就跑 可微时已晚 最终被不明生物拽了回去 只留下了一阵阵惨叫声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为什么选择钻低洞逃跑 第二那就是这个不明生物到底是什么呢 先带着这几个疑问走进接下来的剧情 画面一转迎来了本篇几位主人公 留着短发的那个男的叫亨利 长发的那个叫麦死 女主叫安娜 今天这次聚会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了 因为这个亨利马上就要去服兵役了 他的愿望是在服兵役之前 能做一件让他一生都难忘的事 好来填补他服兵役 度过的那些无聊的日子 此时恰好出现个人 其名为雷米 随后安娜找了过去 这个雷米比较神 手里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游玩项目 正好符合亨利现在的心情 再加上他与安娜还认识 也不能说是认识 就是酒后两人发生过一次冲动吧 借着这层管线 雷米答应安娜一定会给 要去服兵役的亨利安排的明明宝宝的 临走之前告诉安娜 明天下午在老地方见面 很快迎来了第二天 几个人如愿而至找到了雷米 可此时他们有些纳闷 这破地方有啥好玩的呢 雷米表示 先别问就跟我走吧 保证你们大慈一警 整得好像很神秘 就此几个人也随着雷米的脚步跳了进去 原来这次他们的游玩项目是隧道探险 不过雷米表示 这个地方与你们平时去的地洞可不同 他保留了法国最神秘的气息以及文化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从雷米的话语中 我们能感受到 昨时有些夸大了 但该说不说 确实有些神秘 整得我都想跟他一起去了 随后几个人进入了隧道 紧接着雷米从这里的一位流浪汉手中 买了一份地图 并告诉亨利一伙人 这张地图的终点就是通往自由世界的天堂 那里没有规矩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倒是有一点美式的味道了 可之后的一幕弄得在场几个人 是极度尴尬 这通往自由世界的道路 并不是什么阳光大道 而是需要从地洞转过去 这狭小的地道 身体稍微大一点的都得卡里面 好在这几个人比较苗条 硬生生的被他们转过去了 说实话 这一幕有点让我回想起 儿时家附近好几十米深的防控洞 那真可谓是地洞探险 怀出来的里面有宝贝的想法 还针灸于几个小伙伴们下去了 结果后来的只有一身淤泥和老妈的一顿毒打 显然 影片这里面的几个人小时候是没挨过打 要不然也不能到这里来作死 随后按照地图 几个人来到一处狭小的密道 就在此时迎来了意外 那就是前方出现了很浓的烟雾 不仅如此 安娜还从雷米的背包中发现了一把枪 难道说前方会有什么危险的事吗 还是说这是雷米设下的陷阱呢 不过现在没办法了 跑是跑不出去了 只能跟着他继续往下走了 果不其然 安娜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刚从隧道口就被一群人给劫持了 差点给安娜瞎尿了 可随后迎来了小翻转 原来这些只是欢迎新人加入的仪式 每个新来的都会遭遇这些 然而令安娜一伙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里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 有很多人 他们自称一派都崇尚着地洞文化 用我们的话讲 就是法国版的摩金校尉 在这里亨利结识了一位女孩 其名为娜娜 她是这里唯一不崇尚地洞文化的 而是过来寻寝的 她的弟弟曾是这里的成员 不过两年前失踪了 我想应该就是影片开头 那个遇难的小伙吧 亨利对此表示了遗憾 紧接着她就被雷米叫走了 雷米表示之前的只是入门 接下来的才是今天的重头戏 不久后 他们又来到了一处地洞 这次撞过去后 眼前的场景给几个人看傻了 给我也看傻了 法国竟然还有这样的地下供电 雷米表示 这就是法国上世纪王室下馆的地方 我这一看 这几个人真是准备去盗墓了 果不其然 雷米表示 这里葬的的都是上世纪的王室家族 如果能找到一顶王冠的话 我们下辈子吃穿都不用愁了 可不料意外再次来袭 几个人没走多远 就碰到了另一伙盗墓的 这群人与雷米不属于一派 他们外号叫光头派 根本就没什么技术海量 就是属于打闸枪手 进到墓穴以后 不点蜡烛 也不看五行八卦 直接就开滚 这样的一号人 自然也不讲什么道理 二话没说 就给安娜一伙人给绑架了 好在安娜之前 在雷米包里发现了手枪 才勉强让他们脱险 不过并没有完全脱险 只是给这几个光头给打赏了 随后安娜一伙人杀腿就开始跑 好消息是 他们摆脱了光头派的追赏 坏消息是 这几个人找不到北了 也就是说他们迷路了 没办法了 几个人只能扶墙找出口 这也是一个走出迷宫的小技巧 摸着墙走就一定能找到出口 可随后又迎来了意外 那就是前方出现了一条水道 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老鼠 这就令雷米非常奇怪了 这地道深几十米 根本就没有能吃的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老鼠呢 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几个人只能继续前行 别说还真就找到了一个出口 上方是下水道 不过登上去的把手已经老化了 根本经不住几个人的体重 出于安全考虑 几个人只能另找别的出口了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那就是他们误打误撞的 碰到了涂鸦派的成员老白 同时也迎来了另一个喜讯 他们竟然发现了通往王室棺材的洞穴 雷米一挺差点没高兴的跳起来 这简直就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可随后安娜表示 不想再玩什么探险了 他们也不是冲着宝藏来的 只想找点乐着 结果这乐着没找着 却找到了追杀 现在安娜一伙人只想回家 雷米表示 那行 你们先在这等我 我找到宝贝以后 马上就跟娜娜他们一伙人回来 接你们 亨利一挺 里面有娜娜 立刻就来神了 刚才就后悔 没要到他电话呢 就这样几个人 跟着雷米钻了进去 可一到地方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首先是 这以前的王室装修风格 也太现代了吧 然而 奇怪的地方不止这些 在不远处的墙上 还发现了另一个图仰 正是影片开头 那个小伙儿图上去的 正在这几个人犹豫的时候 亨利中招的 被一个野兽夹给夹住了 好消息是 伤势不太重 没有造成骨折 坏消息是 娜娜发现了 弟弟用的背包 也就是说 这里就是弟弟失踪的地方 娜娜二话没说 就去找弟弟了 亨利一看 这也没机会要电话了 自己现在还受伤了 那就赶紧先除去吧 可此时 噩耗再次来袭 进来的洞口出现了坍塌 差点给亨利买里面 这下就尴尬了 现在的几个人 是出也出不去 外面的人是进也进不来 无奈之下 几个人只能另找 其他的出口了 顺便找下娜娜吧 也不能让他自己留在这 然而就在此时 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们发现地上埋了一根雷线 这就表明 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王室 可紧接着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 与影片开头一样 几个人在远处 听到了类似野兽的喊叫声 吓得几个人只能往里面跑 最终他们停留在了一处房间 这才让他们知道 这里到底是哪 原来这种隧道实际是纳粹曾经建立的地下堡垒 好 摇一试 如果这里是堡垒的话 那就一定能找到出口 随后几个人顶着恐惧来找出路 刚好发现了这座碉堡的店子 竟然还能用 总算是有点亮了 不过这里奇怪的是 随后安娜发现了一张照片 是之前纳粹军官的合影 更恐怖的是 这里居然有人类居住过的痕迹 难道说这里一直住着一个纳粹军官吗 而且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战争结束了 这种想法也不是没有可能 忘了说 此片故事背景是发生在2002年 所以纳粹军官活到现在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如果这里真的有人的话 他靠什么生活呢 他又吃什么呢 别急 答案马上揭晓 不久后恐怖的一幕再次发生 只见安娜血沥沥的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他表示自己找到了弟弟 只不过已经成为一具尸骨了 随后被一头恶犬扑倒了 吓得在场人是杀腿又跑 此刻的亨利也不要什么电话号码了 大难临头 各自飞 就在他们逃跑的过程中 发现了很多人类的尸骨 难道说这些都是刚才的恶犬所为吗 然而紧接着那头恶犬就追了过来 亨利再一次中找 这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 左腿直接被咬没了 此刻的猎狗也终于现身了 原来他的身体是巴巴赖赖的 也不知道是变异了还是僵尸狗 不过这里奇怪的是 猎犬并没有攻击他们 而是转身离去了 这倒是让一群人松了一口气 现在这几个人要考虑的是怎么从这里出武去 亨利是肯定不能动了 就此几个人决定 先将亨利放在这 其他人先找出口 然后再回来营救他 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好在他们之前找到了这个地方的武器库 带了几个老式的手榴弹便出发了 然而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再次发生 没走多远地宝的电源就被人切断了 随后真的出现了一位纳粹军官 直接让亨利领了河发 看来真的被安娜说中了 这里一直活着个人 而且那些人类的尸骨并不是猎犬所为 而是这个纳粹军官的食物 没过多久 这位军官就找到了剩下的三个人 这几个人也只能再次拼命逃跑 可别忘了 之前地上埋过一根雷线 显然雷米忘了这一点 最终他被炸死了 好在剩下的安娜两人找到了之前塌房的出口 再加上现在手里有手榴弹 就此安娜决定炸出个洞来 可这手榴弹过于老旧 等了半天也没动静 没等爆炸呢 那个军官就跑过来了 为了给安娜争取食检 麦斯决定舍身取义 结果不出意外的被军官秒杀了 不过她的牺牲还真就起到了作用 那就是此刻的手榴弹爆炸了 然而这里更悲剧的是 当安娜爬出去的时候 发现很多被炸死的人 也就是说 安娜勿将营救他们的人给炸死了 与此同时 他还将洞口给扩大了 导致军官也能轻易的跑出来了 最终成为两个人的对决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军官到底是人还是丧尸呢 答案马上揭晓 随后军官凭借强大的力量 死死掐住安娜的脖子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安娜拾起了之前脱落的把手 狠狠扎入了军官的头 将其制服 为了怕他再起身 安娜直接踩爆了他的头 最终他顺着之前发现的出口 也是这所隧道唯一的出口 可这里尴尬的是 顶端是一个被锁死的下水道 安娜见此也只能大声呼救 可由于声音太小 根本就没人能注意到 就在此时迎来了本篇最大的反转 一声惨叫声过后 安娜被拽了下去 也就是说 这个军官并不是人类 而是丧尸 那么也就意味着 此片还应该有下一步 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那就是巴黎行 上市大赞法国大饼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原片 我是马峰索电 不要了点赞评论 加关注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还可以长按点赞 特别推荐一下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资讯和好爱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资讯